今天又是新款翼乳的拍摄现场 新款翼乳在那里 看到没有 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细节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短款的半身翼乳 大概就这个样子 手臂的袖子 袖口 这是连脖的 它的脖子这里做得非常的薄 还有近看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纹理细节 做得非常的逼真 这是锁骨 可以看到吗 它上面有非常多的小点点 毛细血管什么的 这个只是细节方面 还有我觉得它特别的轻 我这个是硅胶填充款的 因为还有另一款四棉填充款 这个硅胶填充款 必背的重量只有1.9千克 那个四棉填充的重量只有1.2千克 那个更轻了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硅胶 因为四棉是有点轻了 如果你们 比较喜欢轻款的衣乳 可以选择那个四棉填充的 但是它们手感方面 你是摸不出任何区别的 只有在配戴的时候 你们感觉那个四棉填充 它是会更轻一点 这个如何选择 就看各位的喜好了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 早就想看我穿女铺装了 所以我今天也是准备了女铺装 来搭配这款衣乳 来一起拍摄 看看效果 这个女铺装也是我店里新上架的款式 它这个码数特别大 你就算是两米你都能穿上 专为男孩子准备的那种尺码 嘿嘿嘿 还是我懂你们呀 我们先来看看 摄影在干嘛呀 摄影给我准备的图 Hello 我来看图了 一会儿拍摄的图准备好了没 我要看正经的女铺装弄的好吗 不要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什么呀这 我也会 正经的女铺装谁看 我也可以 谁看正经的女铺装呀 没有人看的 我都以为你找好了呢 我都准备好台词了 真的她太贴心了我哭死 你看我这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说不出口了你知道吗 我要气死 对你的女铺毫无特色 千篇一律 一点都不好看 你看我还准备了三条袜子可供选择 白丝 带蕾丝�蝴蝶结的白丝 鱼网白丝 带蝴蝶结 来 看看摄影小哥哥你喜欢哪一款 喜欢哪一款白丝 先试试看看 现在基本上已经穿搭好了 这个像猫耳啊 都是这个女铺装里自带的 然后我还准备了这个 这个也是我店里有卖的 这个是猫的尾巴 你要问怎么插进去呢 就是那么插进去 很简单的 你们都懂 这里有个别针 就这样别上去的 袜子呢我先穿这个吧 再几张 然后再换那几条 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猫尾巴 因为它里边是有铁丝的 所以可以凹一个小道具 这个是衣乳上的皮肤 你可以看到和我真实的皮肤 还是比较接近的是吧 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是能看出一点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这里的核膜线 但是如果你远看的话 你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的 摄影师怎么样 可爱吧 呵呵呵呵呵呵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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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ssed out 真的 是不是 啊 这个是什么 不就是 有esus 水 enfin 陈震 我们 为等 首席 这些人 听 就 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